顾博士您怎么看李云迪的事件 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李云迪这件事件 首先他本人做的是的确是错误 然后但是我们要从多个角度来看 这件事情不光是李云迪本身的错误 我们可以预示到现在 你看看李云迪这样的高富帅 他们宁愿去找小姐都不结婚 这里面其实说明了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么你看王思聪 宁愿开一个网红公司 找不同的网团做女朋友 对不对 著名的吴亦凡 宁愿就找女粉丝 他也不结婚 这里面实际上是说明了一个问题 不光是男人有错 我觉得这些女孩子在这方面也有错 如果这些女孩子能够意识到 这些问题 不轻易地去接近这些轻浮的男人 你要知道男人是经不住诱惑 不要去靠近这些男人来获得一些好处的话 让这些男人都寂寞地死过去 我觉得肯定就不会有这些事情 李云迪的确有错 但是现在的女孩子也有错 你觉得呢